我們在網路上爬文的時候 常常會聽到一句話 叫貼一點直上 意思就是說 你想買來的東西 小菜多花一點點錢 你就可以在網上升一級 不過 貼點直上真的好嗎 身上一級的東西真的適合你嗎 我們今天就要來分享一個網友常常問我的問題 叫做 我很喜歡復古造型的Honda CB300R 但是網友都說 自鋼真香啊 貼點就可以上CB600R 那究竟呢 我應該是買CB300R 還是買CB600R呢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兩台車一台黃牌一台紅牌 到底哪一台比較適合你 到底這兩台車該怎麼選擇呢 請看我們今天的分析 那我們先來說 Honda CB300R這台車 那外型部分呢 當然Honda是說 這個是他們Neo Sport Cafe 街車家族的一個外型設計 那所謂Neo Sport Cafe的意思是說 它是在Cafe Racer的那種速度感的街車裡面 加入了運動元素 但是Neo是新的意思 所以常常就像我們比如說在看蘋果的手機 它每次都說 We Redefine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重新再定義了這台所謂古典街車 但是又有新的味道在裡面 第一個它的車架是用高張力鋼管車架 但是它做了一個放射性的設計 也就是說這邊還有一個中心點 是騎士的位置 然後鋼管車架是從這個位置往前放射出去 後腰臂是採用高張力的鋼板 如此一來可以兼顧它的韌性 而且可以徹底的輕量化 所以這台車其實只有145公斤 在這個300cc級距的檔車中 可以是說是非常非常輕的一種 然後引擎部分是採用DHC雙凸輪軸的水冷單氣缸引擎 雖然是單氣缸排氣量也只有286cc 不過馬力有30.5匹扭力有1.8公斤 加上前面41mm的倒立式前叉 跟296mm的固定式前叠 還有對四卡鉗 只賣你23.2萬 相對來說還不錯 再來我們來看這一台 網友推坑說貼臉直上的CB650R 到底貼多少呢 根據官方的牌價是貼大概15萬左右 多貼15萬你可以得到什麼東西 一樣的New Sport Cafe外型 但是它要更Sport一點 因為它的坐姿稍微往前傾了一些 上半身會稍微比較前面一點點 一樣是金色的倒立式前叉 但是從原來的標準版 變成SHORE的SFF前叉 然後前叠部分呢 從296mm的固定叠 變成311的浮動叠 兩片 所以是前雙叠 但引擎部分呢 就是從原來的單缸 變成真的很香的直列式缸 649cc引擎 馬力從原來的30.5匹 變成了75匹 整個大升級 聽起來好像真的蠻超值的對不對 多15萬你就有這麼這麼這麼多的東西 而且又是一個統計劇中難得的四缸引擎 當然車架有點不一樣 它這個車架是比較像以前仿射車的做法 但是它是用高裝力鋼管 單支比較粗的方式 後搖臂部分也做得比較扎實 還有一個小地方是 它在後避震的下座部分呢 用了滾針軸層 讓它的作動更迅速 這個是300cc沒有的地方 而且這台車還配備有 滑動離合器 循跡控制系統 這多花的15萬 到底適不適合你 我們後面會用比較理性的方式 來跟各位分析 要不要貼點直上 那前面我們講完了配備 那現在我們來講一些 跟騎士真正有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會請到兩個同事 他是不同的經驗不同的身材 讓大家看一下到底有什麼不同 那這位呢是他 剛離開重機新手村的騎士 那身材是比較嬌小一點 我們請他上CP300R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騎姿 第一個是CP300R這台車呢 它的座高比650R稍微低一點點 所以對身材嬌小的女孩子來說呢 腳尖是可以稍微著地的 尤其對比較小的女孩子來說 只要踩不到地板 他們就會非常的緊張 所以座高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車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另外呢就是騎姿的差異 CP300R的騎姿 你會發現上半身是比較直立的 那手呢是放起來比較輕鬆一點點的 比較適合市區騎乘的這種騎姿 那我們現在請阿娟把右腳放在踏板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側面的部分呢 大腿跟小腿的夾腳 其實差不多是90度左右 那這個呢在市區通行的時候 腳會比較舒服 比較不容易血液循環不良 那我們來試試看CP650R 那騎姿上CP650R 一樣雙腳著地試試看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CP650R跟CP300R坐高差了一公分 所以在腳尖上面呢就會再少一點點 那另外就是騎姿的部分 因為CP650R雖然跟CP300R一樣是 Neo Sports Cafe 可是650R它又更Sport一點 所以上半身是會稍微往前傾的 那所以對腰部跟手部的負擔 跟300R相比會再多一點點 那雖然說這個騎起來是比較有運動感 但是如果在市區的話 負擔就會稍微重一點點 那我們把腳放到踏板上面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看到說 阿娟的大腿跟小腿的夾腳是比較小的 所以這個車呢 你會發現說它的設定 是比較運動型的 甚至你可以去改後衣腳踏 前面再趴一點 那騎起來就會有運動的跑感 這是這兩台車的差異 那我們現在再請下一位同事 那它是屬於身高比較高的 瘦長型的騎士 那我們請它跨CP300R 好來雙腳著地 那對它這個身高的人來說呢 其實雙腳著地是非常輕鬆的 那我們把腳放到踏板上面看一下 你發現說這台車對它來說 大腿跟小腿之間的夾腳 也差不多是在90度左右 所以相對來說 通勤是輕鬆的 那我們把車換到CP600R 當然對這個身高的騎士來說呢 雙腳奪力非常容易 也可以看出來CP600R的騎姿 上半身確實是在往前一點 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一樣的結果 那再來看腳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 腳其實就彎曲的更明顯了 其實每個人的身材不太一樣 手跟腳的長度也不太一樣 所以騎士這部分呢 我們會建議大家實際來跨跨看 因為這樣會是最準確的 好那這邊給各位參考一下 前面呢我們講到通勤的部分 所以在這邊我就幫各位試算一下 這兩台車的通勤成本 到底是多少 以CP300R為例呢 1公升可以跑34.9公里 油箱大概10公升左右 那CP650R呢 平均油耗是21公里 油箱是15公升左右 所以CP300R加滿可以跑340公里 CP650R加滿可以跑320公里 里程數差不多 但是成本不一樣 另外一個就是輪胎的部分 CP300R的前輪是110 後輪150 一般輪胎的價錢呢 前後這樣加起來大概是8000塊左右 如果是CP650R 前面120後面180 換跟CP300R一樣的輪胎 大概要12000塊 所以這部分就有了4000塊的價差 另外CP650R它是四缸引擎 雖然動力比較充沛 雖然高轉速騎起來比較爽 而且比較快 但是四缸引擎的機油數就比較多 那CP300R呢是單缸 所以換機油的時候 會相對便宜一點 那到底會差多少錢這個部分呢 我想跟每個人換的機油 跟在哪裡保養都會有些差異 那這個部分就提供給大家 自己去做參考 自己去衡量一下 那我們再來講大家關心的操控部分 操控這個地方呢 其實跟它引擎的出力特性 跟前叉的角度 還有軸距這幾個部分呢 息息相關 那我們先來看CP300R 它這台車呢 前叉的角度是24度44分 也就是比較直的這個狀況 加上它的軸距是1350 相對來說是非常短的 那引擎的特性呢 它是屬於單缸的水冷引擎 最大的扭力出現在6500轉 馬力出現在8000轉 所以這台車呢 是中轉速以上的動力非常充沛 加上它145公斤超輕的車重 所以在市區非常的靈活 在小彎道上非常的輕巧 我們可以說這台車是 比較像是那種小鋼炮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來講CP60R 那這一顆實列四鋼的引擎 動力輸出的綿密程度 跟排氣聲浪 基本上是無可挑剔的 本田的最強科技就在這裡了 但是呢跟CP300R相比 它的前叉傾角是25度30分 軸距是1450mm 比CP300R大概多了10公分左右 所以這台車呢 我們會把它形容為快艇 跟小鋼炮是不一樣的 這台車比較擅長的地方是 譬如說像台山線那種高速彎道 或是西濱比較直的路段 比較需要高速的路段 畢竟這顆引擎呢 它的強項是在中轉速以後的表現 跟高速的延伸性 所以用途它就會跟CP300R有點不一樣 那如果呢 你是需要那種常常跨線式騎乘的人 那我覺得CP650R可能會比CP300更為適合 那當然 如果你是喜歡享受彎道的那種過彎的快感的話 CP650R比較那種戰鬥的騎之 也會比CP300R來的更好一些 那所以這個是這兩台車在操控上的不一樣 那不過到底這台車適合什麼樣的人呢 我們待會會請兩位同事去騎騎看 然後請他告訴各位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那剛剛騎完CP300R跟CP60R 你覺得哪一台你比較有信心 CP300R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輕 然後座高也比較低 可是其實只有差一公分而已 但是一公分對我來說很多了 我這台已經要快墊腳了 如果再多一公分下去的話 那就要跳芭蕾舞了 喔原來是芭蕾舞的部分 沒錯 那兩台動力其實不一樣 特性也不一樣 那你覺得哪一台比較適合你 我覺得650雖然有四缸 但是對我來說太大了 所以還是覺得300比較剛好 但是300跟650的配備其實是有差異的 那650其實好很多欸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四缸嘛 又好聽對不對 你喜歡好聽的聲音 沒錯 又有TC 然後300就比較單薄一些 貼個15萬 怎麼樣 我用不到 用不到 對 所以還是這個就夠了 所以你的選擇是 CB300R OK好我們理解 謝謝 那剛剛騎過了CB300R跟CB650R 那你覺得哪台車你比較有信心 如果依照台灣的山路騎乘環境的話 如果要選一台來騎山路的話 我會選CB300R 我覺得CB300R它的體重比較輕 然後還有它整個懸吊設定 我覺得比較刁鑽 CB650R的話我覺得 它是比較成熟沒有錯 但是又搭上它這個 大了好幾號的這個動力 我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山路上 然後發揮出這樣子的動力 所以如果是我會選的話 我會選CB300R 可是至剛的聲浪比較好聽欸 至剛引擎比較香 香歸香 但是畢竟我是個務實的男人 對 而且如果又考慮到在都市通勤的話 我覺得CB300R 不管是在保養 維修上我覺得應該都會比 650R然後還來得輕鬆 然後同時 算說在都市的項弄之間的話 我覺得CB300R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嗯 OK這樣我們了解 謝謝 謝謝 綜合以上所述 我們認為 CB300R這台車 比較適合以下幾種特徵的騎士 第一個呢 就是剛出重機新手村的騎士 或者是想買第一台檔車的騎士 第二個呢 就是身材比較嬌小的騎士 第三個呢 是想要享受這種外觀質感跟品味的騎士 那第四種呢 就是通勤族 想要輕鬆的享受路權的騎士 那還有呢 就是市區使用的狀況 比其他地方用的多的騎士 那以上這幾種人呢 我認為是比較適合CB300R的 那講到CB650呢 我覺得哪些人比較適合這台車呢 第一個是騎乘比較稍微有點驚艷的騎士 或者是那種你已經騎過公升級的 你現在想要反譜歸真回來騎台 比較可以自在騎乘車款的騎士 那第二個呢 覺得四缸引擎就是好聽 四缸引擎就是帥的騎士 那第三個呢 覺得紅排就是比紅排帥的騎士 第四個呢 就是喜歡這種品味外觀質感的騎士 那最後呢 我喜歡享受動力 享受彎道 享受過彎的騎士 那這兩台車呢 其實都是非常棒的車 那希望以上的分析呢 可以幫助到 掉入選擇困難的朋友們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分享加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然後我們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在影片中小明星期間